大家好 我是盈盈 今天是5月2号 重庆太热了 逃离了 我今天在南川这个地方 其实也属于重庆地界 就是重庆和贵州交界的地方 这个地块好像叫金佛山 现在打算去山的对面 但是没有桥 也没有短波的船 只能想办法过去 地图上的导航 也没有通向对面的路 从那边山上去 现在就沿着这个盘山道往上走 我一个北方人很少能见到 这种崎岖的这么陡峭的盘山道 而且路很窄 这吓人呢 往右开开还行 这门这吓人 蒙踩油门上面 他不会往后溜车吧 这窄窄的路都怎么挫车 不能再下坡了 往到这里可以 太吓了 可以了 差不多 你往右一点 往左 差不多 差不多 就别动了 把这个车灯 灯下 后背镜 后视镜 来 他后视镜也掰 太厉害了 后面路也窄 这可咋办 他往后倒倒还行 他那边是个转弯 不行 太窄了 这可咋办 秦楼 后面路也在 刮的边儿差一点 转弯这边可以再往后倒 咱们后面可以 对再往后倒 就这个地方可以 就在这个位置可以 咱调整一下车 还挺别动了 右边好大的位置 让它过去行 让它从那边走行 OK好了 好拜拜 这个木屋全都是竹子还有木板做成了 老贼 没人住 他自然水呢 就怕这种上坡的时候碰到错车了 我从那边绕了一圈过来的 我现在腿还软呢 我彻底被这个路下了 腿软 神经紧绷 整个大脑的神经 还有浑身的神经都紧绷 这边的山 山路太险了 今天出来玩 走的是山路 大家伙也知道云贵川的山路 不同其他地方 特别是贵州的 这车紧贴边上走 我说害怕紧张 到现在没缓过神呢 有句话说的好叫花容失射 虽然我没有花容 但是真的失射了 我现在的神情和神态 要比我刚开始出门的时候 要差很多很多 就是吓的 这两条腿有点瘫软的状态 节假日了 再怎么样也不愿意 在房间里焖子 想方设法 我说了逃离重庆主城区 就到了南川 南川真是个好地方 到了这里之后 空气立马 又清新又凉快 跟重庆是两重天 虽然都是山区山城 但是温度怎么就差这么多 看着郁郁冲冲的树林 这里空气质量太好了 还凉爽 还有那碧绿的河水 遇到这么美的地方 必须得平安又下来 在这好好享受一份 带了个牛筋肠 切了 把这什么刀 我还没吃过牛筋肠 听说里面有鸡 带在户外的挺方便 其实在户外 拿什么都好吃 饿了 看 看这里面全是鸡 透明的 真没吃过 别说这种切片 吃起来有点像 也是筋 但是筋它烂了 就比果冻要硬一些 还挺鲜的 到鱼的那里 估论在下雨 我发现了 这边破坏我过来的 过来的 这边 浪费 字幕收留 完美 走 这边 这边往下面掉的话 也没危险 只能说受伤 因为下面有树枝 能给你踩住了 是吗 重庆是不会有这样的风的 好凉爽 晚安 Award 我愿意 我愿意 如果你给一些 我愿意 或者像 我愿意 你愿意 你愿意 希望你能发芽